复理箱代会第21届第5次的定期会原本在5月底要召开 因三级警戒延期而到7月13号为戒封后 箱代会决定要复会 14号召开了首日的议程 由主席、詹金副主持、乡长陈荣聪率领公所各科室的主管 到场进行近半年的实证报告及业务报告 复理箱代表会第21届第5次定期会原本在5月底召开 因为三级警戒而延期 7月13号三级警戒为解封 复理箱代会定期会决定复会 13号召开首日的议程 由主席詹金副来主持 乡长陈荣聪率公所各科室主管到场进行近半年来 实证报告以及业务报告 我们在银建筑補助的案里面 110年度申请到的補助案有 中里国小工学部到 1100万 还有学典薄小工学部到930万 都在规划涉地中 那跟各位代表报告呢 全线通过的单位呢 有花岭县政府秀岭新城 奏峰以及副里五个单位 奏峰以南呢 只有我们副里通过 那水利署的补出案呢 有竹田村10名到14名的 田一自来水工程 210万 陈荣聪在市政报告首先强调 这段期间工所团队不断的努力 积极向中央 县政府争取经费 加强乡类的建设 同时持续推动 布里米的产地认证 全力帮助 布里乡在地小农 经由稻米的检验认证 提高消费者对 布里乡优质稻米的信心 以及食用上的安全 并且也加强地方创生 以吸引外流人回返乡创业 陈荣聪随后 以各客室业务执行情形 说明近半年来的施政成果 记者高双双福利乡采访报道